下一站一早上第一節 蕭老師把筆記收過來 對 筆記跟考卷 等一下會檢討一張考卷 筆記也要收過來 我要改 不要再講話囉 我們看第三 氧化劑與還原劑 班上讀書風氣 責任在於你和我 我上課的時候會管資訊 讓大家的讀書風氣建立起來 剩下的 我做一半 另外一半你要負責 希望各位建立起個良好的讀書環境 彼此互相的砥礼 要跟彼此說 有人叫你去玩 就是我不要 因為我要讀書 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 上課的時候 叫你不要吵 那個人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要跟你玩 都是在害你的 好 這個是我們鐵 氧化鐵 被煤膠還原的一個化學式 那請你幫我看一下 這個氧化鐵從頭到尾是失去氧還是得到氧 失去氧 失去氧的話 它叫做 還原 失去氧的話 它叫做還原 那另外一個人 碳就是煤膠 碳是得到氧還是失去氧 得到氧 得到氧的話 它叫做氧化 氧化用O 還原用R來表示 那我來告訴你 什麼叫做氧化劑 什麼叫做還原劑 請你在這個地方自己寫 氧化劑叫做氧化別人自己還原 所有人附送一遍 氧化別人自己還原 OK 那請各位幫我看一下 你先不要抄 先看黑板 我再講一次 先不要抄 先看黑板 這個人叫做氧化鐵 請問你他的角色是氧化劑還是還原劑的時候 我問你喔 一個人做壞事你會叫他壞人對不對 一個人做好事你會叫他好人 所以他幹了什麼好事你就把他取什麼名字 氧化鐵讓他身邊的鄰居叫做煤膠 然後做了什麼事情氧化所以你就直接叫氧化鐵氧化劑 因為他讓別人氧化 自己是不是在做還原 是 好在炭 那炭呢 煤膠呢 煤膠讓他的鄰居做了什麼事 煤膠讓他的鄰居是不是做了還原 是 所以他叫做還原劑 還原劑就是還原別人自己氧化 好趕快寫 氧化劑就是氧化給人自己還原 還原劑就是還原別人自己氧化 好他做了什麼好事就把他取什麼名字了解嗎 有 有沒有了解 有了解 這裡都沒有計算喔 你只要寫錯了就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那張考卷的幾個分數65 好 中獎了幾遍 四遍 對喔 希望各位不要中大獎 好 那如果 自己在做還原的話 自己在做還原 還原的時候是得到癢還是失去癢 失去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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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原的話是失去癢 那自己氧化 氧化的時候呢 得到癢 得到癢 好呢 那你自己寫一下吧 如果今天活性小的人特別容易當氧化劑 活性小的人特別容易當氧化劑 活性大的人特別容易當還原劑 好 活性大的人特別容易當還原劑 活性小的人特別容易當氧化劑 活性大的人特別容易當還原劑 到目前為止 聽得懂的請舉手 走到下 聽不懂的舉手 你有一點不懂的舉手 沒有喔 好 這是第三個部分 第四個部分 我們要來講 叫做金屬的演練 請你把它抄起來 金屬的演練 那第一個小重點 金屬 大多是以化合物的狀態 儲存在自然界當中 金屬大多以化合物的形式 尤其是最多的話就是氧化物 用這樣子的形態 存在於自然界當中 存在於自然界當中 而不是挖到純鐵 而不是挖到純鐵 鐵容不容易跟氧反應 啊 容易 容易 好 好啦 那既然你挖出來的鐵礦 是長這個樣子的話 那第二個我們就要來教你 氧化鐵的演練 我們就要把它做成純鐵嘛 那氧化鐵的鐵礦的演練 材料 我們需要準備哪些呢 很難喔 鐵礦的材料 要演練的話 第一個一定需要鐵礦 超難的 鐵礦是誰 氧化鐵 FE203 第二個人我們需要煤膠 對 老師有膠還是沒膠 沒膠 沒膠 沒膠是誰 碳 第三個 需要灰石 什麼是灰石 大理石 學名 碳 酸 鈣 不要忘了 都沒有幾個人打得出來 正名班上 非常的不用光 請各位加油 加油 再努力 加油 還是以後上課前我們都來跳加油體操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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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麼決定了 有啦 好好好我們就請 我們就請大小卡來拍教學錄影帶 然後訪到我的網站上面 然後就無限次數播放這樣 沒問題 覺得是沒問題的 那你們也不要去憋旅行 你們就只要翻上去跳這個跳半天 好像很不錯 我們去國中山跑完了 跨年的時候老師叫我們來學校搭帳篷 然後大家在學校裡面 因為學校很愛啊 所以看信息就很漂亮 國中 烤肉然後露鷹 露鷹在操場裡面 這怎麼辦 蛤 只有肉質等才會想到那邊 好 猜料講完了 B 我要交給你的東西叫做高爐 這個壁烤 你最好在旁邊打星星 打星星 這壁烤啊 有人叫他古風爐 有人叫他高爐 不一定 那你自己畫一下 他長得有點像 這個樣子 然後中間有個大鐵盤 好 然後右邊有兩個 引流出來的水管 先畫好 我等一下會教你嘛 下面沒風爐 我第一的時候就買打叉啊 就這麼簡單 自己畫一下 然後呢 剛剛的材料有哪三個 叫做 第一個叫做 鐵棒 鐵棒的化學是 F2O3 第二個 煤膠 第三個 煤膠 CA CO3 好 這三個人都會放到這個大鐵盤上面來 然後下面用火燒 用火烤 用火烤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第一個 第一個 我們用煤膠 做為 還原劑 還原劑 特徵告訴我 火性大 好 火性大 還有 還原 還原劑 沒有人回答喔 還原 自己 雅化 你在那邊亂念 也就算了 還放他 還原 別人 自己 好 自己雅化 所以你注意看喔 鐵礦來 鐵礦來加上煤膠 那他要還原別人 還原別人的話 是不是別人會失去癢 是 然後他就鐵就出來了 鐵出來了之後 鐵出來了之後自己雅化 自己得到雅 幫我平衡這個方程式 開始 請幫我平衡這個方程式 張吉正你脖子幹嘛 逛一條毛巾 你不要去工地喔 你不要去工地喔 你聽得懂台語嗎 聽得懂 蛤 真的啊 我還可以 那你會講那個嗎 定位 定位的語言嗎 只會台語 只會台語 我是只會髒話而已喔 對啊 超沒水準的 如果你以後高中讀南校的話 你就會發現 超沒水準的 南校 就是男生的學校啊 前面的學校 前面的學校 安 等一下 等一下 就是那個當語助詞的 啊 你也會喔 嗯 我不會啊 對啊 我這次說 這時候也這樣啊 蛤 我不知道啊 應該是吧 反正就超級 屁力無敵 下額類 台北也這樣啊 我不知道台北是不是啊 以前我多會 以前我多會高中是這樣 那你有學習嗎 蛤 你有跟他一起嗎 沒有 我出於你而不然 好來各位 聽聞完了沒 吐了 蛤 吐了 吐了 來 告訴我 多少 二 三 三 一定會出來的舉手 好 你兩個大小卡要求怕意外 蛤 都沒在做啊 別人做完再抄上去 好啊 你要拿一張紙出來喔 來 這邊留一行 空格 不要抄東西 然後再抄一個二 好再抄一個二 第二個我們要講一下碳 碳跟氧 碳的燃燒跟氧氣結合 變成什麼東西 二氧化碳 那如果燃燒不完全就會變成 一氧化碳 那一氧化碳你需要幫我平衡一下囉 二 一 二 二 那如果 碳再跟二氧化碳的話 它有可能變成兩個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拿來做什麼知不知道 一氧化碳可不可以 一氧化碳自己可不可以再氧化 不行 怎麼不行 一氧化碳自己再氧化碳 它可不可以再接一個氧上去 可以啊 可以啊 它可以讓它來吃啊 它可以讓它來用氧啊 它自己還可以再吃一個氧進去啊 所以你看 它是不是還可以再還原別人 自己再氧化 對 對 所以這邊不但用碳煤焦來當還原劑 還可以用一氧化碳作為還原劑 這個目的是要增加我鐵的產量 增加我純鐵的產量 了不了解 了不了解 了解 所以這邊有兩 對啊 你放到火裡面燃燒它就會自己開始用啦 順便幫我平衡下面那個方程式 平衡一氧化碳還原鐵的方程式 動作快 請幫我平衡一氧化碳還原鐵礦的方程式 換點喔 最近我發現 國兩越來越進步了喔 國家的動力啊 阿許培育咧 算了不要亂講 不然等一下要被告 不會 有啊 別怕拿入語帶來告我 張摩摩 先暫停 先暫停 那還不錯 欸 平衡出來了沒 朱格玉 笑什麼啊 你平衡不出來 我等一下把他留到五點半再回家 誰說葉子的 好 誰說葉子的 陪他 OK 給他 欸 給我 平衡出來了沒 告訴我 答案叫做 一 一 一